大家好,欢迎来到BETT我们的成长频道,我是Ronnie 今天是2020年3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 那么今天我想来谈一谈吉利德这家公司的股票 而因为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就是今天了 对这个股票有些新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股票在中短期是有一定机会的 所以还是抱着对大家这样负责的一个态度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对这家公司,我感觉我比较敢说呢 一个是吉利德这家公司,它是比较稳健的这家公司 就算买了,我估计赔是赔不了多少钱的 第二点就是我也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所以我感觉我有点底气 那么关注吉利德这家公司最关键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吉利德的这个药物叫瑞德西韦 这个药原来是作为Ebola病毒的特效药 但是在Ebola病毒上效果不太好 但结果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而大家觉得好像感觉不错 无论是从中国的这个还有还是日本的这个疗效上 以及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WHO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曾经公开说 瑞德西韦是唯一的相对来说有效可能有效的这个特效药 所以说他这个要效看好,那既然很简单很直观的嘛 如果说瑞德西韦真正被官方确认了有效而且可以使用的话 这个吉利德的股票短时间内大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感觉可能能涨个10块钱甚至是更多美股 他现在美股大概70块钱了 当然了,这是短期的 第二点我就想说一下一个此消彼长的情况 我们知道现在这段时间这个生物板块 生物科技板块相对比较热门 像吉利德啊等等治疗为代表的公司 还有一些像Innovio啊等等等等 以这个疫苗代表的公司 也就是说现在医学手段上对抗这个新冠肺炎 我们是有两条路在平行着走 一条呢就是特效药 另一条呢就是疫苗 那么这两条呢 虽然不是完全竞争的关系 但是是有一定排他性的 换言之如果说瑞德西韦很快就被证明了 有效而且可以使用 比如说在三月的下旬或者四月份就开始使用的话 那么对于疫苗的这些企业呢 就会受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为可能人们就不太需要疫苗了 或者即使你生产出来这个疫苗 也不会有太多的人 有意愿去购买 因为疫苗的开发时间应该是很长很长很长的 短时间内是出不来的 所以说瑞德西韦如果好的话 它会带来什么呢 一 基力德股票短期上涨 二 其他的以疫苗为主的这个生物医学板块 在之前可能涨着都非常猛啊 可能会受影响 我们也不一定说它一定跌吧 但可能涨幅会大幅削减或者等等等等的影响 所以说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特别是如果你现在就持有什么innovial啊这些的股票 可能要考虑这个情况 因为我现在来看 瑞德西韦宣传有效已经宣传快两个月了 快两个月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来看我说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比较有把握的 就是瑞德西韦有效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那么第三点我要说一下 就是中期啊 中期基力德的股票并不一定会表现好 是有一个隐患的 就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是有下跌风险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要试药三分毒 它都可能会有副作用 而且瑞德西韦是没有经过FDA临床验证的 他现在正在临床三期 如果各位了解这个FDA的这个流程的话 它是分一开始的一个pre 你要先申请什么新药等等的 然后进入172737 然后再进行一些收尾工作 最后4期aftermarket上市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在之前研究另一家这个生物公司的时候 那家公司后面也会给大家分享 那是一家我非常非常看好的公司 一个长期很有价值的公司 现在先不说那家公司了 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也可能记错了 或者是看错了 他说大概是过了三期的 要有50% 差不多过不到四期就上不了市 那主要我猜想可能就是副作用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那么现在因为这个瑞德西伟在三期 我们就可以假设 比如瑞德西伟已经过了三期了 那么他能不能过四期呢 我的意思是事实上的四期 因为特殊情况嘛 可能会给瑞德西伟开绿灯 他可能会上市的快 但是事实上的四期 他能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呢 不好说 也就是可能 比如说现在发现瑞德西伟可以治病 然后没发现明显的副作用 大家都开始用嘛 用用用用用 可能半年一年以后发现 有很明显的副作用 那这样的话 吉利德这股票就惨了 可能中期会有下跌的风险 当然不一定 或者你说这个数学希望 可能是一个50-50 就是一半没有明显副作用 一半会有很明显的副作用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这个可能你比如说 在宣布这个药效有用的以后 这个股票涨到80块以上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设置一个止损 就是设置到80块钱的这个止损线 你如果 当然你要设置这个stop limit order 我感觉看我视频 大家都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 就对于这些什么各种order types 应该是都了解了 我就不细说了 简单来说就设置一个止损 然后真正的卖出价格呢 我个人感觉大概是在84到85块钱 可以就是一方面是他的内在价格 再一个就是乘着这样一个小的利好消息 大概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是这么感觉的 那么关于这个瑞德西伟的定价 或者他的公司的价格 为什么是80块钱左右呢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的那期 关于Google sheets的 就是手把手教你制作股票观察表里面 我稍微提到了 我是怎么来简单估算 瑞德西伟的股票的真实价格的 也就是这个样 第四点呢 就是长期来看 吉利德是一家非常非常稳健的公司 它的这个护城河是非常非常宽广的 它并不是指瑞德西伟 就像大家现在想口罩就想到 3M和那个Honeywell一样 Honeywell和3M的这个口罩 是他们业务里微不足道的毛毛雨的东西 同样的这个瑞德西伟对吉利德来说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主要的一个摇钱术了 它真的摇钱术是一个是艾滋病的研究 还有等等其他的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开发钥匙 需要非常非常大成本 还有需要这是一个高 就是智力聚集型的产业 所以瑞德西伟这家公司的护城河是非常非常宽广 目前来看我看不到它会有遇到什么大危机 而且它本身的体量很 即使 咱们就退一步说 即使瑞德西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效果 或者是这个就特别 彻底就和新外费没有关系 长期来看我认为 吉利德也是一家可以投资的公司 当然了它的回报不会特别丰厚 这个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一个心 就像即使它有些利好消息 在新冠肺炎里 你看它和Innovial这种五天涨200%多 差别是很大的 可能瑞德西伟到现在涨了都 当然最高峰涨过超过10% 可能涨了15% 可能还不到20% 现在连10%都没有涨到 也就是这个幅度 所以说我推荐的这个呢 如果现在70块钱 你如果最理想情况 我说的85块钱 卖出去 也就挣个20% 也就大概这个情况 但是它的风险系数 还有不确定性 是比较小的 而且也就是可控 比较可控 那么简单来讲 我对路德西伟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我尽量现在尝试着去把我的视频精简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 当然你如果有什么想法 特别是你如果就是医药行业的从业者 你对路德西伟以及吉利德 有更加专业的洞见 也欢迎你在下方发表留言 来去让我还有其他的观众 能获得更多的知识 我是绝对相信专业的 我这只是作为一个医疗的外行人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如果内行人有更多 比如说你认为我说的有一些问题等等等等的 我是完全虚心接手 而且会马上改正的 谢谢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